今天咱们开始讲十面埋伏 十面埋伏是皮革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乐趣 是属于五套乐趣 十面埋伏是最具皮革特色的一种乐趣 续远了古代 这陆军 布营 声障 发令 埋伏 伏击 等等 有鼓声 脚声 炮声 还有步伐 掌号 都建那个香机 等等 就是 万马奔腾 海声震天 音乐形象极为鲜明 在琵琶这件乐器上 演奏的十面埋伏 特别真的像那个小泽真儿啊 指挥家小泽真儿说的那样 像一个小交响乐队一样 确实 它的表现力特别丰富 运用了琵琶很多的技巧和技法 这是一首描写古代战争场面的一首乐趣 开始的第一段呢 是猎营 整个这第一段呢 基本上由七个乐趣组成 我们看一下谱子 开头的时候 它是用了滑合四条弦 节奏呢 比较自由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音响啊 然后往下呢 我再给您 逐渐一点点把乐趣给你分开 你就知道 整个第一乐趣 一乐段的表现力了 好不好 这个华和四条弦 华和佛四条弦要同时发音 这个非常关键 它要这个 一种气势 一定要同时发音 而且呢 华与佛的音量 要相同 不要华的想 识 佛的时候呢 虚弱 明白吗 你试一下啊 很严肃的 刚开始 出来这个音乐的形象 是非常严肃的 这是华佛 睡一下啊 嗯 现在 我听的感觉还是 大致声音弱 佛的声音 比较弱 开头的装饰音 再快一点 果断一点 再试一下 不好 声音要抱团 一定要抱团 声音不要散 同时发音 一定要抱团 速度要快 一下就出去 再试一下 嗯 我发现 你们现在重音都放到后边了 不是 老鞋残鞋一下 中鞋子弦弱 不是这样 要均衡 我们说四条弦 同时发音 一定要均衡 出来声音 一样的 你先往 感觉旋力挺不着了 是不是啊 要均衡 再试一下 用力 这一般都满轮了 轮四条弦 三条弦 对吧 轮速不用太快 稍微慢一点 但它气势不解 声音还是强的 还是强的 再一种 轮一下 滚轮 水下 轮开始 早一轮 这个要加 大的筷子 铁鞋 大的柔鞋 对吧 马上扫下来 明白吧 都和吸音 都要加 银鞋 而且这两个音 也都是响的 弱的对比呢 一个是高音咪出来之后 第二个 喇咪 要弱走 都出来是响的 right so right 这个对比 必须要做出来 吸又是响的 又要加音弦 明白吧 乐曲开头 整个第一段 节奏全都是自由的 到吸音为止 刚才我做的 吸音为止 这是第一个乐剧 明白吧 就到刚才我听到这 吸音为止 就开始第二个乐剧了 这两句是第二个乐剧 明白吧 是一下方案 从第一个乐剧开始 我听到这些乐剧 好,前面非常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 满轮的地方是想的吧 以前没有 最后接好 开头这个 满几箭快 还可以挺实度不用过长 再一个就要 这个要有些 这个也很好做出来 接着紧接一烧 这就是第三个乐剧 明白吧 第三个乐剧 好,再把前面开头再来一下 把满轮的重音加影弦 一定要加上 叫大的影弦 下的 好,再来一下 好,再来一下 你听一下 好 好 我发现两个问题 开头这个 软软软 左手按好之后就不要动了 我发现你们开始之后 这个手先抬一下 再按 要事先准备好 这音出来就是踏实的了 左手先按好之后就 接走了 不 现按 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就是隐弦 隐弦 手指啊 手指不是胳膊跟着 晃啊 是不是 手指的左右摇摆 胳膊不用用力 明白吗 把关节支起来 每个关节都支起来 好 从第三个自然段 前面的两点知道了吧 下去体会一下啊 练一下 从第三 越旧开始 嗯 手发软软啊 再一个二点 再一个二点 响了 慢起 还有乐 现在由二弦的发音拖到收音 一个拖入 滚两条鞋 滚两条鞋 然后慢慢的过渡到轮值 轮二点 到这个三刀扫发 到发这开始 就是第四个乐矩 这个层次一定要记住 明白吧 到发这第四个乐矩开始 第四个乐矩 其实整个是一个过渡矩 连接矩 听到 第一个发音 以前 这开始第五个乐矩 第五个乐矩和第一个乐矩 是拔度音的关系 第一个乐矩是高拔度音 是不是啊 第五个乐矩是低拔度音 看着看着了吧 它的要求 都是相同的 做法也是相同的 只不过它低拔度了 明白吧 好 再冲那个 第三乐矩开始 桑发软软 小声 当中有一个大力矩 小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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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转 快点 七十不减,一二的 这话也是一二的 我要强 从这儿降息开始,第六个阶句 降息开始,第六个阶句 发现没,第三个阶句 与第六个阶句 它们俩在取调下,就是一味的关系 看见没有 手发,right,right,手发,手手 手发,手手 第六个阶句,是,do,right,right,right,发,right,do,right,right 是不是啊 在形成上都是一样的,一味的 对吧 就像是一,第一阶句和第五阶句 它是一个 八度里的关系 第三阶句与第六个阶句 它是一个一味的关系 明白吧,从六个阶句开始 也是一样 这是轻的 想完之后是轻的 突出 轻一点 注意这个挑弦 这个二弦音 不要太突出 就是 整个的感觉还是一个长阶的感觉 不要感觉 这种感觉 明白吗 轻一点啊 不是这个 来过来的 这一句啊 从都日开始 是第一段的最后一个阶句 第七个阶句 我说第一段 非七个阶句 就是这 明白吧 这个二分音符都和西要求 一半响 一半响 明白吗 先响 后响 先响后响 整个变化都是一样 众音也要加一些 终于也要加一些 不光是西野一些 众鞋也要加一些 不光是西野一些 出鞋马上 是响 没法吧 从那个 第五个阶句开始 因为它节奏是自由的 没有小解数 我只好 用乐剧 来跟你说 第五个阶句开始 第一把做的right 好 嗯 都和西不够明显 一半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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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明显一些 做的特别明显 都就是响 明白吗 整个这一段 把那个出征前的那个 威武雄壮 是不是啊 那个旌旗 是个高昂的 战马 是不是啊 把这个准备的工作 都序演出来了 所以说第一段很重要 节奏呢 还比较自由 因为它没有小解线 节奏是自由的 所以说 我们大体上把它分为七个乐剧 来表现 懂吧 第一乐剧和第五乐剧 形成了一个拔度音的这个对比 第三个乐剧 与第六个乐剧 形成了一种一味的关系 是不是啊 骚发软软和那个洗头软软软 软发软软 就是两个一味的 是不是啊 其他的呢 主要技术技巧上呢 华佛要注意力度相同 音量相同 怎么能使华与佛的音量相同 大指的音跟神指的要相同 和弗度也要理解 对 还有一个关键的 运动的方向 是不是啊 运动方向很关键 所以说 你这个演奏上面 不是说我光用力 我同样不用力 是不是啊 我华也用力佛也用力 那就可以了吧 我力度最能相同不一定 它的角度 角度 方向 这个很关键 是不是啊 所以说 通常演奏一般的都是用力 那个华 重 佛 轻 所以说你们在演奏这首曲子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有意的把佛的力度 方向 角度 都考虑清楚一点 而且要注意华佛 四条弦同时发音 这样出来的声音比较坚实 就是那种厚重 威勇的气势进不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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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